石門水庫是北台灣重要的供水命脈 但是最近飽受了玉砂的威脅 水庫的容量只剩下原本設計的一半而已 雖然是在集水器上游興建多出了藍砂壩 但是因為過度的開發 再加上了颱風造成了土石攤坊 藍砂壩幾乎是飽和崩塌了 有可能會發生潰堤的危機 台大頭目系教授李鴻源就說 這個石門水庫玉砂的情況比想像中還要嚴重 他建議了可以比照原山紫芬紅道的模式 在集水區的上游興建排砂隧道 繞庫排砂 將這個泥砂直接導入下游的大汗溪 或許是有機會來化解這個潰堤的危機的